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人帮我们就要自己扛 没人替我们就要自己做 一个人有了向上的力量 才能望到远方的高山 只要你足够努力 阳光终会穿破厚厚的云层 照进你的人生 今天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彦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天地生人 人为万物之灵 神明的大自然 着重的该是人 不是物 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 只有人类能懂得提高自己 要求自身完善 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的吧 你不可不知道 住墙之前 应该知道把什么圈出去 把什么圈进来 这二十一条思维法则 让你终身受益 关于素养 一 斯兰当原则 在你往上爬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 否则你下来时 可能会滑倒 进退有度 才不至进退尾骨 宠辱皆旺 方可以宠辱不惊 二 罗维斯定理 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 而是完全不想自己 如果把自己想得太好 就很容易将别人想得很糟 三 托利德定理 测验一个人的治理是否属于上乘 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 而无碍于其处是形式 无事如有事时谨慎 有事如无事时镇定 这样常常给自己 给他人安全感的 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四 摩斯科定理 你得到的第一个回答 不一定是最好的回答 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你一定能得到最好的回答 关于相处 五 刺猬理论 刺猬在天冷时 彼此靠拢取暖 但保持一定距离 以免互相刺伤 距离产生美 所以想和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不如先保持适当的距离 六 美记好效应 对一个外表英俊漂亮的人 人们很容易误认为 他或他的其他方面也很不错 初见看外表 九楚看心灵 一颗善良的心胜过千万张好看的脸 心词则貌美 愿我们永远坚持善良 七 播客定理 只有在争辩中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 古人曰 唯在变中乃能生之至迹一眼 所以争辩有时也不失为一剂良药 八 为其定理 即使你已经有了主见 但如果有十个朋友看法和你相反 你就很难不动摇 别人的观点仅仅代表别人 有时候坚持自己很重要 关于沟通 九斯坦那定理 在哪里说得越少 在那里听得就越多 世上不缺乏能说会道的嘴巴 而是缺少善于倾听的耳朵 只有很好地听取别人的 才能更好地说出自己的 十 费斯诺定理 人两只耳朵却有一张嘴巴 这意味着人应该多听少讲 少说多做 说得过多了 说的就会成为做的障碍 十一 牢骚效应 凡是公司中有对工作发牢骚的人 那家公司或老板 一定比没有这种人或有这种人 而把牢骚埋在肚子里的公司 要成功得多 牢骚是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催化剂 牢骚虽不总是正确的 但认真对待牢骚 却总是正确的 十二 避雷针效应 在高大建筑物顶端 安装一个金属棒 用金属线与埋在地下的 一块金属板连接起来 利用金属棒的尖端放电 使云层所带的电 和地上的电逐渐中和 从而保护建筑物等避免雷击 心情愈结时 要善于疏通 豁达乐观时 也要善于开导别人 如此 生活才会处处风景 关于合作 十三 胺基酸组合效应 成人体内蛋白的八种胺基酸 只要有一种含量不足 其他七种 就无法合成蛋白质 但缺一不可食 那个一就是一切 十四 米格25效应 前苏联研制的米格25 喷气式战斗机的许多零部件 与美国的相比都落后 但因设计者考虑了整体性能 功能在升降速度 应急反应等方面 成为当时世界一流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只有善于团结 有整体意识 才能突破个人的力量 十五 磨合效应 新组装的机器 通过一定时期的使用 把摩擦面上的加工痕迹 磨光 而变得更加密合 刚看到一个人时 你可能印象没有很好 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你可能会渐渐喜欢这个人 这就是磨合的力量 关于热情 十六 马银效应 再懒惰的马 只要身上有马银叮咬 他也会精神抖擞 飞快奔跑 有正确的刺激 才会有正确的反应 十七 道幽形假说 当一个人处于轻度兴奋时 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当一个人一点兴奋都没有时 也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动力了 相应的 当一个人处于积极兴奋时 随之而来的压力 可能会使他完不成 本该完成的工作 世界网谈名将贝克尔 之所以被称为常胜将军 其秘诀之一 既是在比赛中 自始至终防止过度兴奋 而保持半兴奋状态 所以有人也将道幽形假说 称为贝克尔境界 激情过热 激情就会把理智烧光 热情中的冷静让人清醒 冷静中的热情使人执着 关于处事 十八 及格勒定理 除了生命本身 没有任何才能 不需要后天的锻炼 天才就是1%的灵感 加上99%的汗水 所以前路无法预料 不妨努力 十九 巴菲特定律 在其他人都投资了的地方去投资 你是不会发财的 特色不特 则优势无忧 善于走自己的路 才可能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二十 塔玛拉效应 塔玛拉是捷克雷达专家 佛佩赫发明的一种雷达 它与其他雷达的最大不同是 不发射信号 而只接收信号 故不会被敌方反雷达装置发现 善于隐藏自己的人 别人看不透他的心思 能识人的人 别人没办法在他面前隐藏自己的心思 二十一 佛洛斯特法则 在住墙之前 应该知道把什么圈出去 把什么圈进来 人这一辈子 选择很重要 做明确的选择更加重要 所以 做决定时 多问问自己的内心 人就这一辈子 一定要过好 脆弱的人 才会四处游说自己的不幸 坚毅的人 自会吞下苦难 然后从心底 开出美丽的花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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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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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